就是我覺得本能更好看 是喔 謝謝 蕭小姐最滿意自己身體上的哪一個部位 這可能是大家的預測 全體的身體 最喜歡的 我現在都還不太敢 就是正面對的就是哇 太刺激了 大家好我是鐘子通 現在我的興奮之情已經無法控制 因為 這一次女優採訪來的是一位 在作品推薦中 已經出現過無限次 同時也是我在目前業界中 最為推薦的一位女優 終於來到現場 就是我們的小小虎男小姐 大家好我是小小虎男 請問 哇 真的是非常開心啊 正式訪問開始之前還是要講一下 因為這一個頻道 會有做到現在這個訂閱數 其實就是因為 我很喜歡這些作品 所以想要推薦給大家 那 其中有像小小小姐這種 作品如此優質的演員 所以才能讓 這個頻道可以走到今天 這麼茁壯的地步 真的是要非常感謝他們 這樣子 耶耶耶耶耶 這樣嗎 啊 太好了 謝謝 謝謝 我有很多部精選 真的都是靠小小小姐 就是 她的在台灣的粉絲 是真的很多 耶耶耶 初めて教育了 超興奮的 因為小小小姐應該也是 第一次來到台灣 想要請她分享一下 來到台灣的心情 對食物這方面 有沒有特別印象深刻的東西 欸耶耶耶耶耶 融果跟蛋塔 確實因為現在天氣熱的時候 那個 融果冰真的是 來到台灣旅行 一定要吃的 應該吃的一個東西阿 可是我已經吃了 趁訪問的時候當然要自肥一下 因為如果是小蕭小姐的粉絲 應該都會對一件事情非常印象深刻 就是她不管在Twitter啊 或是Instagram上面的照片 那種自拍照都超正 當然我現在看到本人覺得更正 但是我還是想要請小蕭小姐 跟我們分享一下到底是 有什麼秘訣可以拍出這麼好看的照片這樣子 這個時候真的不是我要自肥啦 但是我就… 電話嗎? 你拍照嗎? 對 現在是自己的嗎? 當然是一起啊 還是要再次跟她傳達這件事情 還是要再次跟她傳達這件事情 就是我覺得本人更好看 謝謝 既然女優本人來到這個頻道 就可以說是一定要做一件事 就是跟我們一起分享一下她的精彩作品 OK 那小蕭小姐做為 S1目前的人氣女優代表 可以說是在出道做的時候就很受關注嘛 那可以請小蕭小姐跟我們分享一下說 加入業界的契機還有拍攝出道作品時候的心情嗎 欸 もうやっぱりすごい緊張して そのデビュー作を取る日 もう2時間しか寝れないような状態で 終了之後 もう何があったっけ ちょっと忘れちゃうような 頭が真っ白になるぐらい とにかく緊張してました 相信現場的工作人員應該也是 幫了很多的忙這樣子 とにかく手厚く 大丈夫 大丈夫って落ち着かせてもらって 緊張しすぎて もう写真とかも全然取れずに終わりました SSIS253這一部作品 我覺得可以說是奠定小蕭小姐 地位的一部劇作 因為從封面開始就非常實用 然後內容也是都集中在小蕭小姐的 想要請問一下小蕭小姐最滿意自己身體上的哪一個部位 これがちょっとみんなの予想外かもしれないんですけど 全体のボディラインが一番お気に入りです 確實啊 因為其實這個東西 我覺得大家 如果看作品看不出來的話 え? 我就滿推薦這一本作品 可以把小蕭小姐的身體曲線一覽無遺 我非常推薦這一本書 確實 ちゃんと見えますね あ、見てくれたんだ 那這樣的話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說 小蕭小姐的保養身體的方式嗎 筋トレは週に最低でも2回は行くように 続けることを大事にやってて ストレスをためすぎず よく運動して 程よく節制したり 食べる 然後接下來就是要看到 SSIS309跟SSIS469 這兩部作品 它其實它的 劇情走向是很像的 都是扮演女友的姊姊誘惑男朋友出軌 在劇情上相當精彩 那這樣就想要詢問一下 小蕭小姐是比較喜歡 怎麼樣的男性呢 優しくて 願いを叶えてくれる人が好きです 溫柔又可以實現它的 第二個其實我覺得可以換一個程度來講 我相信大家應該 腦海中有了答案 那這樣外型上面有沒有什麼 要求 あんまりことわりがあって 清潔感があって ファッションに関心があったら好きです 怖い 乾淨的潮浪的話 會覺得說 小蕭小姐如果假設今天是在 跟人交往的時候 會覺得自己是 什麼個性的女朋友 どんな彼女 結構甘えがちですね 這沒有人可以拒絕的吧 沒有人可以拒絕的 優しいです 我現在都還不太敢 就是正面對著 哇 太刺激了 真的沒辦法 真的沒辦法 SSIS 561 這一部作品 因為它是香菇題材 我相信大家都很喜歡 那它是一部喝醉酒之後的題材 就想要問一下說 小蕭小姐在平常的時候就是 拍片之餘有什麼娛樂嗎 也會喜歡來小酌一杯嗎這樣子 一人でお酒ですか お酒がちょっと弱いので 一人で美味しいものを 食べに行くのはよくします 工作閒暇之餘 喜歡去找好吃的美食 來治癒自己 OK 那接下來就是 SSIS 621 這一部作品 我覺得算是近期 非常精彩的一部 因為搭訕的這個立場 一逆轉就會讓整部片 變得香艷刺激很多啊 那因為就是 它在日本各地到處搭訕這樣子 那想要問一下就是說 如果今天到日本旅行的話 有沒有推薦說 一定要去的景點 日本…日本だったら やっぱ京都か 一番日本感じやすい 分かりやすいかなって思います 確實啊 因為真的一到京都的話 蠻多日本風的古蹟都在那邊 這個我覺得推薦的蠻好的 謝謝 因為其他很多推薦的都是迪士尼的 啊 そうなんだ 意外だった 意外だった はい 接下來是 SSIS 643 這一部作品 因為它其實從封面開始就 很強調那個視覺衝擊 因為在你面前搖來晃去的那個影像 就想要問說 小小小姐從演出到現在 有沒有 還沒嘗試過但很想要拍看看的主題 這樣子 結構あるんですけど S1ではちょっと まだやってない作品 好 好 一般人の方に披露してみたいな 喔 這 這我會超想看的 天啊 這超厲害的 あ わたすみですか おー おねがいしておいみます 接下來就是想要問說 因為小小小姐作為說 S1的專屬同時也是目前 業界知名度非常高的女優 在今年第一次參加 TRE台北國際成人展 這應該也是第一次參加海外活動 那個心情是怎麼樣 會覺得很緊張嗎 え もうこの女優になる前から 元々TREというもの知ってたので 見てたモードだったので 同じ舞台に立てて とても嬉しいですね なのですごい頑張るので ぜひぜひ皆さん応援してください お願いします いただきます 雖然跳在我們講這段話的時候 已經賣完了 おー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已經沒忘 但是還是很希望 各位粉絲到時候 可以來支持小小姐 喔 因為我現在光在她旁邊 我就已經無上的感動 我希望也可以把這個感動傳達給你們 我肯定會到現場訓 あ 本当ですか 楽しみにしてます 小小姐最近也有在經營她的 YouTube頻道 然後在內容上我覺得 我看了不少作品 覺得相當有趣 喔 何と 謝謝 那個頻道在這裡 所以也是會想要問一下說 小小小姐接下來經營YT的方向 有沒有什麼想要 嘗試拍攝的內容這樣子 これからも でも結構 YouTuberっぽい企画よりかは 普段の自分をお見せしたいし 自分が普段やりたいことをどんどん釣りだとか キャンプとか そういうものに挑戦していきたいので そういう姿を見せたらなって思ってます 因為目前的話 我有看到一些像是 溫泉 溫泉的Vlog 一些 吃東西的Vlog 非常有生活感 很有趣 おー よかったです 本当に 希望各位 朋友 可以去支持一下 最後 想要請小小小姐 跟我們 頻道的眾多粉絲 講幾句話 這樣子 台湾の皆さんこんにちは 今回は 大きなYouTuberさんのチャンネルに呼ばれて とても嬉しいです あとご覧になっていただいた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これからもまた 台湾に来て また 共演できるように これからも頑張るので 応援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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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真的 非常感動 可以 跟小小小姐本人 一起 做這一支女優訪談 那 8月的時候 也不要忘了到現場 去親自體驗她的魅力 今天的作品內容就到這邊 我是總統 我們下次見 拜拜